我請農部長 陳部長 委員長安 部長早 部長知道這個 在幾年前其實台灣的 到台灣來旅遊的 觀光客其實大概 400萬上下 但在這45年其實成長了非常多 去年好像突破了800萬 所以我想觀光客 非常踴躍的 來到台灣我想這是一個不真的事實 但是換個角度來思考 台灣的觀光資源有沒有有效 去利用或者是開發 乃至於去保存 那也去思考 我們的文物資產的保存 有沒有跟觀光座結合 而創造在地經濟的提升 我想這是非常 重要的課題 我一直認為台灣的潛力 不應該只是800萬 我認為最起碼1500萬以上 但是我們去思考 其實我們在這幾年內成長 一倍的觀光客之後 其實台灣很多的觀光的景點 都面臨相對的 這個維護不義的一個狀況 包括像故宮也是一樣 很多路客進去 很多外國觀光客進去之後 動線相對也凌亂了 那反而會讓整個的一個觀光品質會下降 所以我們去思考 我一直認為說台灣的觀光資源 不應該只有這樣而已 應該還能夠再做更有效的一個發揮 而文物資產的有效的保存跟在地用 而且讓它有故事性 有文化性 有精神性 如何跟觀光座結合 這就是未來我們能夠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的一個重要產物 我認為台灣目前做的還不夠 那我想文物資產保存就是文化部您的執掌 那如何跟觀光跟經濟跟在地文化能夠做結合 那在促進經濟的提升同時又能夠適時的維護到文化資產的保存 我們做了哪一些的課題 做了哪一些的努力 黃委員我完全贊成您的說法 我們還有更多的潛力 沒有被好好的開發出來 文化部現在跟觀光局已經正式的組成了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的目的有兩個 一個是說 您剛用了一個很好的詞 就是故事性 所以我們跟觀光局這個平台做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本來比如譬如說舉例說明 我們本來就有電影電視 比如說連續劇 而這些連續劇呢 有的已經賣到日本的頻道去了 那既然我們有我們的偶像劇連續劇在日本的頻道演出的時候 那麼是不是我們觀光局本身在日本的做的觀光的宣傳 可以跟我們影視結合 故事性的結合 這是第一條線 另外一條線跟黃委員報告是 我們也正在做的事 我們覺得台灣的這個您剛說的文化資產保存方面 怎麼樣把我們的文學 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電影 我們的藝術 開發成為深度的人文旅遊 這些是我們跟觀光局此刻正在討論的事情 部長我想每一個國家都有它不同的文化 如何去讓文化能夠呈現在地的歷史 包括政治相關等等因素其實都是旅客非常有興趣的 那如何去提升它的價值 那去跟交通相關的這個觀光的部會 包括鐵道相關的文化去做整體的結合 我覺得這個區塊我們做的還是不夠 還是不夠啦 其實我們去思考 你看日本很多的一些小鄉鎮 你說北海道一年可以湧入好幾百萬 三四百萬的觀光客 只有一個小鎮而已 那我們去思考說香港 香港這麼小一個 每年的觀光客 來往也將近兩千多萬 所以其實台灣我覺得 潛力不止如此 但是當我們要去努力開發潛力的同時 我們要做哪些功課 哪些功課我們必須要做 哪些東西我們被遺忘了 那其實台灣很多 乃至於說像本席自己的選區 有一個百年的車站 三家車站也是一樣 過去也是面臨說 是不是要把它廢掉啦 相關的問題 那最後還是保留部分的鐵道 讓它做一個簡單的觀光景點 那其實像這樣的問題 我想這只是一個冰山一角 我想全國很多的地方都有這樣的問題 那如何去讓它活化 如何跟它觀光相關做結合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課題 那創造它的故事性 我覺得還可以再努力 但是當然光靠這個文化部的 這個努力還不夠 必須要跨部會去做整合 資源的整合才能夠把柄做大 我想這是建議啦 那第二點啦 針對啦 我說我們自己舉凡 我們自己往內看 其實台灣大型的演藝中心 這個蕭寶書最近 調查了八個縣市 有十五個 十五個 五百個人以上的大型的表演的場地 裡面居然十一個是不合格的 安檢不合格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一個狀況啊 我說我們不要去談大方向 就我們自己內部的 不管大型中型的演藝場館 我們就有這麼多的安檢不合格 那我們如何去確保我們 這個民眾去消費 去看表演是安全的呢 連這最基本的我們都做不好 那我們能夠做什麼呢 我想這是非常非常關鍵 那我們過去九十九年有提到 滅蚊計畫啦 就是蚊子館嘛 希望讓它活化 但試過九十九年到現在也已經三四年了 但我們做了哪一些努力 那現階段活化的狀況如何 部長請說明 您剛剛所說的這個消防的方面 我們在以後再評鑑這個演出場所的時候 會特別多一點注意 那至於說蚊子館的消滅的部分呢 我們是有請全國各縣市提供 就提報出來讓我們會整 他們手上現在的閒置空間 那這個閒置的空間 等我們一一分類之後 就會去試圖說請各縣市提出辦法 提出使用的辦法來 那我們同時也有具體的預算項目 是讓藝術家進駐閒置空間 所以這些已經是一個持續的計畫 部長我想全國其實你去統計啦 三百個人以上的相關的表演場館 其實不多啦 加起來可能上百個左右而已 那如何讓上百個 這三百個人比較中大型的場館 能夠有一定規模的相關的維護 以及人才的培育 怎麼樣讓它到位才能夠去活化嘛 我想硬體的維護管理或許還是小事啦 就中央給錢或地方給錢 那當然也不是地方完全能夠去 去負擔這樣的費用啦 那所以中央也要適時去給予 但最重要的 培育 人才的培育工作啦 不管你請什麼大師過來 畢竟還是短期的嘛 你如何去延續他的 他的生命力 延續我們更多本土 相關文化工作者的一個培育 這更為重要 我舉個例啦 我想最近我們看到經典賽嘛 因為經典賽的關係 過去我們職棒 這個每場的平均的人數才多少 兩千到四千左右而已啊 現階段啊 四個球隊平均是八千以上啊 最好的 這個這個義大 上萬人啊 每場平均是上萬人啊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我們去思考這個問題 當然 經典賽是一個熱潮的一個開始 但是後續啊 你要如何去延續他 延續他的生命 透過所謂的曼妮 曼妮來到台灣 這是一種噱頭 也是一種精神的鼓勵啦齁 然後台灣打球也會吸引票房 但是呢 我們本土的球員 能不能因為這樣的號召 這樣的影響 也讓自己有那種使命感 能夠有好的表現 那陸陸續續加入很多旅外的球員也好 或者國外的好的選手進來也好 那 激勵整個本土球員的一個戰鬥力 讓更多人有夢想有理想 我來參加這個舞台 所以現階段啊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延續性 但能夠延續多久 那當然就要靠 還有相關當局的所有的人一起努力嘛 才能讓這個熱潮能夠持續的 持續的延續下去 乃至於我現在來看說文化的工作者一樣 其實就我的了解 很多的文化表演場館其實它 它閒置的狀況是非常嚴重的 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硬體的維護管理固然重要 人才的後續的培育更是關鍵啊 包括客家民族 我覺得在表演藝術相關的補助 應該要有一定的比例 因為它有特殊性啦 我覺得應該有一定的比例 來協助原住民族跟客家 這個相關民族的相關的表演的補助 才能夠活化他們相關的表演的才能的提升 好不好 好我想這個請留意 好謝謝